Hello 大家好 我是Jimmy 我是Alan 今天我們講一下我們家用寬頻的狀況 首先 未講之前 請大家subscribe share和like我們的頻道 是 好了 我們今集就講了我們用什麼寬頻 好嗎? 我們就很高興請到我們家的IT Department的Manager 解答一下關於高科的東西 我們家裡其實首先講一下我們用什麼公司寬頻 什麼計劃 什麼計劃 我們現在付錢的就是80元一個月 公司就是Optus 是 是 說那些數據速度是怎樣 有多快有多慢 80元就是400元一個月左右 400多元一個月 要匯水高的時候可能500元一個月 是啊 我們剛剛來的時候是兩年多前的匯水是6 那時候已經是600元48元的 都差不多500元一個月 是啊 500元一個月的家居寬頻 挺貴的 是不是 譬如我們對比一下 因為他覺得是肉痛的 因為他過往對比以前我們在香港 就是8幾200元而已 是啊 香港的寬頻競爭很大 價錢也很便宜的 8幾元就已經有了 無限數據 還有極速寬頻 光纖入屋 是的 現在這裡是不是光纖入屋 以及極速寬頻 極慢速寬頻 不如這樣說 不如順便介紹一下澳洲他們的寬頻 怎樣運作 是的 我們現在這個80元一個月的計劃 就是那個速度就是50Mb 50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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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概念呢 無限數據的50Mb 那什麼概念呢 對比在香港平時的光纖入屋 就是一千Mb 一Gb 那就是一千和五十的比較 相差20倍 那是不是很慢呢 是啊 都幾 其實香港的寬頻 就像香港人的性格 澳洲的寬頻呢 就像澳洲人的性格 是 他他條條的 慢慢來 是啊 難怪我以前我覺得很爽 現在比較 以前上網很爽 需要慢一點 要click就馬上轉 轉 拌一些東西出來 是啊 那事源為什麼會這樣呢 香港的寬頻呢 就是他們的布線呢 還有那些安裝的那些骨幹呢 那些骨幹呢 就是各自公司自己在街上 在那些水渠鋪的嘛 各自鋪的嘛 那些大廈呢 那些大廈呢 也是一棟樓已經是有幾百戶了 嗯嗯 所以他們相對骨幹的成本 是低很多的 就是每一個戶 攤分的成本低很多 而這裏澳洲呢 你的房子就是 你一點就已經是一間屋而已 嗯 除非公室可能有八間 十多間 所以他們那個鋪骨幹的成本 相對是高很多的 所以為什麼令到那個 寬頻的月費的成本 又會高一點就是這樣 是啊 哦 好啊 那你剛才說的是 就是五十m 是 夠不夠用呢 夠不夠用呢 其實就是 差很遠 是啊 你當時選擇 有個計劃不同的 很多款 是 最高是多少呢 其實選五十m 一般呢 就家居用最高是一百 最多只有一百 最高一百 我們加入的時候 好像都不多 各有一百 可能五十都已經是很多 那有些最便宜的 那是六十元一個月 但是只有十二米 再少些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仍然有一些恐龍計劃的 恐龍計劃就是什麼呢 它有那個數據 那個量的限制 好像電話那些計劃那樣 是 五百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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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會覺得很多 但是其實你 如果每天都會看一些視頻 Youtube Netflix 其實一定不夠用 五百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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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五百幾個月 比如你那個無線電話 一個月是五幾個月 或者十幾個月 那它一個月就是五百幾個月 嗯 但是用來看一些 高解像度的電視 其實是合得很快的 哦 所以為什麼 現在我們選一個 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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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沒有那些 有限的數據 因為香港全部 寬頻都是無限的 任上的 嗯嗯嗯 哦這樣 OK 明白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在澳洲有沒有其他 現在我們在用這個叫Optus 是 都還有其他的 製作者 是有其他製作者 有Telstra TPG 等等這些 也有些叫Oxyboard band 之類 其實這些製作者 其實它自己都不是 全個澳洲鋪了線 哦 是 因為澳洲實在太大地方 所以是政府 開一個 State Own Enterprise 就是政府機構 就是集中去處理那個 Backbone 是 所以全國的寬頻 就由一間叫NBN的公司 National Board Band Network的公司 去鋪骨幹 而剛才說的那些 Provider 他們是將它 接入家裡 還有提供你那個 出街的那條線 那個寬頻 就是那個 International Benefit 等等 由這些Provider 去提供 哦明白 我們又給一些參考 給一些朋友 你們的家裡 就在用50m 剛才說的那些計劃 又不同 最高是100m 現在去到 給你們參考 究竟你們的50m 速度夠不夠 要不需要 如果來到的時候 要選擇100m 那麼高速 那麼高速 高速 說得好 我們試試給一些數據 譬如說我看 在電視上看一些片集 YouTube 或者是電視劇 通常你需要的 bandwidth就是5m 是 5m都差不多夠了 最多是10m 如果你在說4K 超高解像度那些 10m 就OK 如果你要當10m 那就是說同時有 5部電視機 開著來看 那就會用到你 50m的寬頻了 哦這樣的 所以就用這個 參考 你就去衡量 到時候你的家裡 有些是需要50m 我們100m 或者是再低一點 都可以的 可能你家裡沒有5個人那麼多 不用同一時間 5部電視機開著 10多m就夠了 都有便宜一點 那麼現在我們 我們見參考大概 是的 100m的那些大概 90元 90元 一個月 是的 那麼可能你要適應到 來到的確最貴都是寬頻的 是的 那麼好了 講到寬頻之外 就要講一下 就是關於全屋 你回到家 我們會慣性用wifi 手機 那又講一下不如 那個wifi是怎樣的 我知道我們其實家裡 就由香港帶了一件東西過來的 那些router 是的 懂得說router 有三次天線的那些 在家裡 是的 那你又講解一下這個router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 這個牌子 TP link 有天線 AC最快速度 1200m 是 那一次200m對比你上寬頻的50m 那你知道這個已經overkill了 是的 即是用不完 但是呢 雖然它是很快的速度 也都用不完 但是我發覺都是不夠用的 那為什麼呢 香港家裡呢 地方不大 是不是一眼見了 最多就是千多呎 你住豪宅 然後呢 這個擺在那裡的時候 已經是能夠覆蓋整個範圍了 嗯 但是我發覺原來在這邊呢 我們住house 那 有些地方呢 我們會收不到的訊號 是 那事源就是我們的書房 就是擺這個router的地方 就是擺房屋的左上角 嗯 然後如果你在右下角呢 或者是隔著一兩部長的房 睡房裡面呢 你會發覺訊號比較弱一點 這樣就收不到 或者如果你在後院呢 就會擠一下擠一下 那這個就不是很理想 那於是我們就需要想一下 會不會一個coverage大一點的方法 去解決了 那即是不夠用 那即是 那後來我們就呢 於是乎呢 就去了哈菲羅門一趟 那看一下 物色是有沒有一些 即是一些可以 增強我的家的WiFi 那個物品 哈菲羅門就是類似香港的風窄 那樣 那我們呢 就拍了一條片的 我們不如去片給大家看一下 在哈菲羅門 我們發現到些什麼寶藏 給我們適合我們用 好嗎 OK 去片 去片 我還有一樣東西在想買不買的 還有買哪樣好的 就是呢 住屋子其實那個地方比較大 那你在家裡裝了那個寬頻的位置 可能是書房 那但是其實是去不了整間屋的全部位置的 尤其是在backyard的地方 或者隔了幾根牆之後 那個信號會弱很多 那所以我現在在想 究竟是 整個 extender 是 即是說一搏一跳過去 還是另外一種呢 是 靠 牆的 牆裡面的電源線 經過power line 去另一個房間 或者去另一個電源線 再出回來 是 那這種呢 便宜一點 又是100元 哦便宜一點 剛才那個extender又是100元 哦 而這個呢 就沒有Wi-Fi的 那我用這個呢 我要再自己 拿一個無線Router 出來再駁出去 這樣才可以出得到家 那如果你想省點功夫的話呢 可以用這種 即是說 電源線入 電源線出 而這一塊呢 還可以出回Wi-Fi的 那我一鍵就搞定了 那當然呢 價錢又會再貴一點了 應該是270元 是啊 要一些高科技當然要給高的價錢 沒錯 OK 好啦 那我在想怎樣 好啊 慢慢想想 OK 那如果想一路永逸呢 當然要找些超厲害的東西 那這叫做Mesh 是 即是整個連線網絡這樣 那有三塊的 那三塊的 那三塊怎麼放呢 就是放在這三個不同的 家裡不同的位置的角落那裡 那它自己會放在一起 那然後你的人去到哪裏呢 近那一塊呢 它就會黏那一塊 哦 去到另一個位置的時候 它會黏第二塊 哇 去到backyard的時候 自動黏第三塊 即是連線無界限 這個 是啊 那它自己信 也都不用用一條有線的線去看著它 也都不需要靠那部牆裡面的電線 所以這個呢 彈性就很大 是啊 你看一下它的房 哇 ideal for 三到五的back rooms 還有呢 是你家裡有 五千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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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什麼都在屋裡面用 我幫你剛才說backyard 如果你backyard 如果你backyard 就再遠一點了 那其實 如果我們家裡有八千尺 這樣算是 是 那五千尺好像又不太夠 所以要去想一下 那是不是要用電線才行呢 是 那是什麼價錢呢 去到這個價錢 啊 掉了 哦 這個也是三百尺 咦 二九九而已 剛才你那個 是你那個有WiFi 這個也是二百多而已 這個也是二百多 那個也是二百多 是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想得到 這個也想得到 你雖然說我們是八千尺而已 但是問題我們不會說是 就是由屋頭到屋尾 是啊 是啊 集中常用的位置就可以了 是啊 是啊 都應該不錯 可以考慮一下 譬如這個Sample 樓上樓下 一二三四五六 另外車房 那有四個位置 它都可以通得到 只要你擺的位置是 四個角落頭 三個角落頭 那整間屋便會遮蓋 是啊 這個值得考慮的 真的 理論上應該可以考慮 因為你ITman 你就知道 就是Wi-Fi的信號不好 接收不好 不行 你真的坐在那裡 什麼都做不到 是啊 PT-Link香港也有一賣 這個報紙 是 OK 好 好 看一下 這個 整個桶 這個比較專業的模特兒 這個瓷子桶 大一點 七千尺 大一點 我們現在這麼搞得 七千尺 三個 Wi-Fi 6 就是 next generation next generation next generation 的model Wi-Fi 6 它都支援得到 是 那這個有什麼價錢呢 這個可以支援到怎樣 150部機 嘩這個值 開party 150人都可以 同時上網 其實應該把你的家 變成一個很電 很Wi-Fi 看看 你現在可以由 樓下Garage 上到 三樓 上面 玩機 兒子 房間 全都蓋了 三個東西 全都蓋了 那價錢呢 那不是這樣說 七八五 一跳就跳高了很多 是啊 Bubble 不止 我們要計算 那些 你需要不需要用這麼大 我沒有三層樓 是啊 只是一層樓 OK OK 好了 這個最盡大了 已經是最厲害了 最厲害了 沒有了 還要再厲害一點 不是吧 啊 哈哈 這些 一樣 一樣 不是啊 我看到AX 哦一樣 對 對 這個 這個5800 這個中間Model 中間Model OK 好 OK 好了 那 看完關於這些 網絡的東西 這個 是嗎 299 是的 我也是這樣說 我覺得我們 適合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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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剛才那個 有了Wi-Fi 即是有了這個 這個有了Wi-Fi 也算了 也算了 26多 不如買它 對 好像 有結論 有結論 買它了 對 不抗拒 我對於這個 最重要是快 即是有速度 才可以的 我們 拍到 拍到 是 好了 看完之後 你知道我們買了什麼了 拿回來看看 拿來 展示一下 對 這個就有三個 我們選了三個 一二三 每一塊 就放在房間的不同位置 一個就放在書房 一個我們就放在廳 一個就放在露台那邊 後院 這三個就互相連接著 那這部電話去到房間的哪一個位置 它就要找信號最強的那個點 去到連網 是 然後變成死角的範圍 就會盡量減少 是 我現在在後院裡 林花種菜的時候 都能夠收到電台的收音機 非常之方便 真的很順暢 是的 不過我也要微調 我知道 因為我們回來之後 我們都試過 放完之後 發覺 什麼比我之前更差 例如我 假設我在我們房間的廁所 說得沒有那麼好 原來就是 你說的 就是它會 穩住 可能它穩錯了 是 反而沒有那麼好接收 你在房間裡面 原來不懂得找 找到露台那個 反而就更遠了 是 後來你就要動一動 動一個位置 其實你拿回來用的時候 都要微調一下 哪個位置最適合到任何個角落 我們不能任何個角落 都不能斷線 很緊要 做YouTuber 不可以斷線 沒錯 就是這樣的狀況 好了 好了 這塊東西 就是三百元澳幣 大概現在就是一千多元港幣 是 其實在香港 有沒有可以買呢 香港有 香港 我恨不得在香港買 因為香港 牌子多 是 然後款式又多 是 價錢又便宜 是 你想找很容易的 你去黃金深水埗那裏走一轉 其實已經很容易找到很多不同的牌子 是 鴨寮街那些地方 是 因為之前我們那個 你剛才表演的那個 都是在鴨寮街買的 都是黃金商場 港幣三百元左右 所以我們就提議大家 去一轉鴨寮街 你就買了這塊東西回來 一定你不會後悔 因為其實你將來的家 需要用到 一定需要用到 那不用買這裏這些 是啊 還有給我提示你們 我們遲下有一集 就是建議大家去一趟鴨寮街 除了剛才說過這個WiFi的Wilder之外 我們建議大家有幾樣東西 你必須買 去鴨寮街買 去沉寮 是的 拿到你過來澳洲 一定有用 去沉寶 是 那我們下一條 另外一條片 沉寶鴨寮街 是 鴨寮街沉寶 就會分享給大家知道 好 講完了嗎 哈哈 講完了 那我們就下條片見了 OK 拜拜 拜拜